卡塔库利与马尔科谁更强 香克斯用一句话给出答案 在所有的皇妇之中 卡塔库利的技能包最全面 对诺诺果实的开发堪称完美 将一个超人戏玩出自然戏的效果 也将恶魔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 任何技能都可以压制橡胶果实 还有三种霸气的修炼 卡塔库利也算的上底尖水锤 武装色的硬度比当时的路飞高出一截 剑文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地步 能提前预知敌人的行动进行压制 虽然拥有霸王色霸气 却没有展示过最顶尖的缠绕攻击 马尔科从小就跟着白胡子 吃下比自然戏更稀有的幻兽众 不过对霸气的修炼至今没有展示 拥有武装色和剑文色霸气 目前来看不具备霸王色霸气 更加不会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 小时候的马尔科与年轻的雷利战斗 使出权力的攻击被一根手指挡下 不过战斗力却得到了雷利的任何 还有在顶上战争 马尔科挡住八尺穷勾玉红 一脚踹飞黄园 见到轻智拿着冰刀要对陆飞出手 飞过去又是一脚踹飞 不过在对战赤犬的时候 马尔科被完全压制 实力上存在不小的差距 后来与黑胡子海贼团爆发终结之战 马尔科又是被玩脸压战败 不过黑胡子对卡塔库利的战斗力非常认可 为了抓捕三眼狱的布林 派去了大将轻智和狙击手范奥凯 可见黑胡子认为 只有大将出马才能搞定卡塔库利 在四皇香克斯的心目中 马尔科有足够的实力当同伴 当年去找白胡子讨论艾斯的事情 就曾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 和之国战斗完结之后 香克斯再次对马尔科发出入团邀请 在剧场版《红发歌机》中 香克斯与卡塔库利一起对战歌之魔王 当卡塔库利说能遇见未来时 香克斯直接来了一句 也以为只有你能看见未来 这句话对卡塔库利多少有点嘲讽 完全没有了对马尔科的赞赏